接著我們來看民國70年這一題聯考題 他說在副圖中ABCDE為五個完全相同的電阻器 如果把DNV逐漸提高 則哪一個電阻會先被燒掉 這題目其實跟我們剛剛看過的聯考題有一點類似 某種程度來講他就要問你說 ABCDE這五個電阻誰的功率最大 各位你看得出這個圖裡面誰的功率最大嗎 好像這樣直接看看不出來 因為這個電路圖它被扭曲了一點形式 很多小朋友說老師我知道了 你看這裡有怎麼樣有短路 你看老師這裡沒有電阻 這裡有電阻所以打叉叉 不對這不是怎麼樣 這不是短路 我們前面提到過 你必須要這個電阻跟這一段電線要處在並聯的狀態 這個時候才是屬於短路的狀態 可是你現在這個電線這樣接 可是這裡還有電阻 並不是這一段電線直接跟A怎麼樣 直接跟A並聯 所以這不是短路 其實最神奇的是 其實A跟B是屬於並聯的狀態 關鍵就在於這個圖 我們這樣看看不太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怎麼樣 想要把它改化一下 好問題怎麼改化呢 各位我們要把這個圖改化成這個圖 當然直接看其實看不出來 所以怎麼辦呢 好吧老師發明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來畫漫畫好了 各位我們一格一格來看 其實基本上我們前面講過電線是沒有電阻 所以這些是等電位 所以我現在先把這段電線我把它拆掉 我要想辦法把這個點把它黏過來 各位我們前面講到電線本身其實沒有電阻 所以這些都是等電位 所以我先把這段電線我把它拿掉 那我把這一點我把它黏過來 那怎麼黏過來呢 來各位我現在畫漫畫給大家看 好現在移動一下各位 你現在看到原來是這個圖對不對 好我現在移動一下大家怎麼樣 大家都移動過來一點 我要把這一點把它接到這裡來 好那再移動怎麼樣 再移動這個多一點 好再移動多一點移過來 好現在一股作氣 各位把這個點 剛剛這個點在這 你把這個點慢慢移過來 黏過來 黏過來以後你發現 其實AB就怎麼樣 AB就並黏了 各位你把這個點黏過來 AB不就處在並黏了嗎 因為A跟B你把它黏過來 A跟B它的頭跟尾都接在一起 所以變成這個圖 然後呢為了好看 我們把這個C跟D呢 讓他們往左邊一點點 C移過來D移過來 那最後呢我就會改化成怎麼樣 改化成這個圖 各位仔細體會一下 仔細體會一下 我們現在呢再倒帶一下 好我們現在要把這個圖對不對 改化成這個圖 怎麼畫 來各位 因為電線沒有電阻 我把它拆掉 我現在把這個點把它接過來 我把它接過來 好所以呢先移動過來一點點 那再多移動過來一點點 再來呢一股作氣把它黏過來 一股作氣把它黏過來 所以AB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並黏 然後你把這個C跟D呢 每一個人都往左移動一點點 C跟D每個人都往左移動一點點 就變成這個圖了 所以這個AB其實是並黏 好那CD呢其實是怎麼樣 其實是串連的狀態 好那先問你說 那哪一個電阻呢 這個先怎麼樣 先燒掉 就是誰的功率呢 這個最大 那怎麼看呢 我們前面講過 功率到底要看電壓還是看電流 那要隨機應變 因為電阻都一樣 你要看電壓要看電流都可以 那怎麼看呢 各位 那我乾脆假設所有的電阻叫1歐姆好了 這樣比較好算 這1歐姆1歐姆串連2歐姆 這1歐姆1歐姆並列是0.5歐姆 0.5歐姆再跟這個1歐姆串連的話 答案是1.5歐姆 各位如果這邊是2歐姆 這邊是1.5歐姆 現在其實兩邊都是怎麼樣 都是屬於並年的狀態 你看這一段跟這一段 兩邊都接在一起 所以如果是並年的話 電流其實會跟它的電阻乘反比 所以我假設這邊叫2歐姆 這邊叫1.5歐姆 各位用數字會比較好算一點點 那你發現 流過誰的電流最大 各位流過1的電流最大 1的電流最大 為什麼 因為這個電流是2歐姆 各位這邊1.5歐姆 這邊2歐姆 這邊1歐1歐 1歐1歐姆 匯合以後變2歐姆 所以現在1其實怎麼樣 1的電流其實最大 1的功率其實最大 所以1先燒掉 那如果仿照前面的做法 我想要把這功率由大排到小 怎麼辦呢 各位1的電流2A最大 再來是1.5 1.5 這兩個都是1 因為1加起來是2 所以1的功率最大 再來是CD 大於C等於D 再大於A怎麼樣 等於B A等於B C等於D 提會一下 所以這個題目呢 它其實跟我們前面講的 問燈泡誰最亮 其實有點類似 它是要問誰的功率最大 可是關鍵就在於 原來的圖呢 其實不好看 各位 原來題目的圖其實不好看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怎麼樣 把它改化一下 我們想辦法把它改化成怎麼樣 改化成這個圖 你從這個圖不好看 這個圖 那該變連的就變連 該串連的就串連 這樣看反而怎麼樣 容易多了 那這個題目呢 其實怎麼樣 其實要考大家 怎麼樣去改化電路圖 那我剛剛講 我們可以慢動作分解 一步一步移動 一步一步移動 移動到這個 我們最後要畫了怎麼樣 要畫了圖 好 不過呢 我最後要再提醒大家 因為很多小朋友都會說 老師沒有電阻 有電阻 叫短路不對 一定要電線跟電阻 兩端要並連的時候 才是屬於短路的狀態 現在這一段電線 其實只是沒有電阻 這些是等電位 只是同一點 這不是怎麼樣 不是短路 好 所以我希望等一下 你在講義上 自己畫一次這個電路圖 好 自己畫一次電路圖 好 那最後再判斷一下 這個功率到底是誰大 誰小 好 自己在講義上自己做一次 不同的部分 再隨時回來看影片的解說